今天我们晚上吃饺子 这是有俩馅 这是肉馅 这是白菜肉和粉条的馅 然后我把它给包吧 小嫂爷 嗯 我也要包 行行行 来吧 好 饺子包了一半 然后我又来喂鹅了 今天就我叔和我 我们俩喂鹅 小吉在家着忙发货呢 就没过来 我开始提吧 说 鹅已经都喂完了 都吃上了 然后我再去别墅找找 看还有没有没有回来的鹅 行 我去看鹅 你去包饺子吧 现在我们进入枯水期了 小河六的水都没有了 他要去另外一个小河六里喝水 这就是我们鹅产另外一个山泉水溜了 这个溜呢 是一直会有水的 另一个呢 就在我身后 给大家看一下他俩的距离 鹅要是跑到这边来吃的 来喝水的话 稍微有那么一丝远 站在那边 不过过两天的时候 我们要在这边喂鹅了 这样是鹅喂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来喝水了 再去山里看看 看有没有在外边的鹅还没回来 然后把来福也给带上了 因为现在这点吧 进山确实有些不安全 带着来福心里有把握 走了来福 走 这都是留下我们鹅厂的山泉水 不过水量已经没有夏天时候多了 走了一圈没发现鹅 做好了吗 快了 你干活下去还 包饺子现在还能行吗 可以 你用神器包的 韭菜鸡蛋配木耳的馅 然后给小吉拿回去 他不吃肉吗 然后大门给他整一些素的 你带来今天一看我要告诉他 这些都是你包的 这些都是我小吉人用神器包的 你要顾一样的力气来 肉的已经包好了 准备开始整素的 这个的状态也不错了 要不煮我就往这拿了 拿了吧 这全是素的 细嚼慢烟 今天晚上我们吃蒸饭 这个是蒸的肉的 然后这个是素的煮了一点 这个素的一看都是我小吉人包的 这就是你包的你非常有个人特色 一看就看出来了 当然了 然后那个蒸的也好 蒸的是素的 我也是用包叫神器包的 对 你用包叫神器包的 现在不是10月1了吗 我看过两天我们这气候要降到零下4度了 都已经特别冷了 镇上都已经供暖器了 你家没供暖器吗 是吧 大大爷 我感觉已经吃了20多个了 你12多个了 你还能吃吗 能吃 可是不少吃了 吃饱为止 不要吃不动了还往嘴里咽 这饺子是死面包的 晚上吃太多不好 你给你打呀 这个素馅的挺好吃的 我已经吃饱了 你吃饱了 这是蒸的素馅 一会儿给小鸡带回去一些 然后给爷奶他们拿走一些